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多两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 牛车水的年货市场上个周末开卖 人生顶费 毫不热闹 大家都买了些什么 今天买的饼干 肉干 蛋卷 鲍鱼 还有些海味 蘑菇 鲍鱼 鱼器 什么都买了 有发现什么东西起价吗 那个还没有注意到 起价 不知道了 我们要的就买了 不管它了 通常都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价钱 不起一点点会有 在牛车水经营辣味生意 三十多年的叶伟强说 辣味今年的价格上涨了 每公斤起大约三到五元 中国猪货的关系 影响中国没有猪肉 它是猪肉去外国想扣猪肉 影响那个价位 平常我们大概是三十块一公斤 现在是三十三到三十五之间 老板还说 为了确保在新年前清货 今年定制的辣味比去年少了四分之一 尤其是一年只卖一次的辣肠 受国人欢迎的林志源招牌肉干 今年也起价 从每公斤五十二元调高到六十二元 每珍香肉干和香味肉干的价格则维持不变 另外也有一些商家因为赚头不高 而不再卖年货 像这间药油专卖店 从去年开始就不再卖海参 因为成本提高了 海参是放起来越来越小越来越瘦 瘦得很干 本来你买一公斤来放 一个月还是两个多月 少了一百克都有 五十克都有 利润不是很好 一百克来讲赚五六块钱 不是说很好赚 但是对于大量批发的海产店来说 海参还是有一定的销量 位于维多利亚批发中心的 这间海产店的负责人说 海参今年的价格也上涨了 在东南亚受欢迎的突参 涨幅介于百分之十到十五之间 而猪婆参则上涨约百分之二十 所谓的突参猪婆参 它需要温度低的情况之下 它才能一直的生长 那如果全球一直在涨温 然后养殖技术又不成熟 基本上突参跟猪婆的产量 比去年每一年都会减少大概百分之十 到百分之十 所以它的价格也会随着地增 突参和猪婆参的分别是什么 它们为什么受到十克青睐 这种突参是属于澳洲的突参 它的纹路是比较清晰 它的脏发力是比较好 所以它突参一般来讲 都是属于有点圆 比较肥满圆形的 那它的突参一般来讲 大家都喜欢把它切薄片拿来炒 它的口感是比较软嫩 而且比较爽口的 那基本上多一种就是属于猪婆参 你可以看到猪婆参的分别跟突参 差别是十分大的 猪婆参的体积比较大 大家家庭都会拿来切块拿来闷 至于日本干贝的价格 则受到香港政治局势的影响 而跌了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之间 老板说这是五年里面跌幅最大的一年 这个日本干贝 香港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香港有批发去全世界各地 都是属于一个中转站 那香港今年动乱 很多酒楼都没有人来吃饭 那很多外来的购买 购买团他们都不愿意进入香港 所以就导致说很多货 他们一定要消来东南亚 干贝以前有败过 那时一公斤就两百多块 掉了差不多三十八仙到四十八仙 不是很好 之外利润也不好 因为卖久了它会发霉 发霉你就要丢掉 也不可以买给人家吃 鲍鱼方面 野生鲍鱼的价格相对稳定 因为产量逐年减少 全球的需求量也比较固定 养殖鲍鱼因为产量增加 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缘故 价钱下跌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 养殖是每年他们固定的 投放的苗 投放的量是固定的 只会多 不会少 那今年也没有任何的天灾人祸 所以就导致它鲍鱼养殖的产量 是非常大的 那香港再加上全球经济 那就导致说 他们没有办法消费这么庞大的量 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 就是供应多过需求 东西就会有所下调 年货价格尤其有跌 会不会影响公众的买气 野铁价也是当然要买 因为我们是发生气最大的就是过年 够吃就好了 不要再买多 以前都不同 以前还可以买 瘦一点 现在不可以 我觉得因为是过年过节 一年一次的东西 所以还是继续会买 如果它就算是在涨 年年都在涨 可能就买少一点 但是还是会买 叶老板说 由于他进货少 所以估计可以在过年前卖完 我所卖的都是定的 都是定的七七八八的 我说卖完我就没有了 就收了 大概我预算是不会超过23号 不论世道好坏 年还是要过 希望我们鼠年有数不完的好运 国泰民安 过年口袋要满满 血库一样要满满 可是为什么我国血库去年年底告急 申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